量本来是周边 换一句话说 你一定复根质是周边发解的 根诸佛如来完全平等 现在我们的量这么小 从哪里产生的果汁 总觉得有个果 有我量就小了 一切要为我 诸菩萨如何把这个烦恼转过来 他们听从佛的教会 真感 那就是不再想自己了 真正懂得 借甲修真这个道理 借甲修真这个四十 他们用上了 身体是假的 用这个假的身体 把我们无视界来 烦恼吸气 统统转过来 转过来 从扩大性量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很好的目标 那怎么 我不想自己了 我专想别人 我不为自己 我专为别人 你的心量恢复了 心量恢复了 实际上就是什么 你的智慧 佛报恢复了 是这么一回事情 智慧与佛报 跟心量的关系 太大太大了 佛菩萨聪明 佛菩萨有智慧 佛菩萨认识人 他认识佛 他认识菩萨 凡夫不认识 佛菩萨苦口婆心的 教他了 他半信半信 好像是懂得了 没有去做 心量不能脱开 不能把自己忘掉 不能专想别人 这个他做不到 所以他的智慧跟佛报 不会嫌弃 原因再次提 我们如果是真懂得了 真明白了 那就真干 真干了 利益无边 确实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你的佛会就增长了 佛会增长 你的发细才能生得出来 修学佛法的 品味 你就尝到了 味道尝到了 这个味道 古代的树 世卫 哪有法为浓 世界 这个乐的滋味 跟法为比 怎么比也比不上 尝到乱 尝到乏味的 那才勇猛精进 那味道尝到了 真露 这不是假露 这 落此不疲 一般人说佛 为什么那么艰难 乏味 没尝到 为什么乏味 没尝到 烦恼 业障 太重 那用什么方法 去笑业障 就等烦恼 无故于念 阿弥陀佛 但是很多人不同 很多人不相信 哪有那么简单 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能把夜障烦恼 消掉 不相信 所以这个法叫 男性之法 古代的成熟 男性 异性 你要真心 真干 效果 殊胜 不可思 故月 故中 众生 三夜 壮业 三夜 深刻意 提固 身体坚固 不坏 他永远不生病 像健康一样 立强 有体力 立强 如那洛言 强壮 强壮 同居 殊胜 深夜 与居士居足 居足 无比 殊胜 您的身影 健康 长寿 话 谢谢大家